17天之后,Lars Jorgensen 把银金锅移进大半要带入 把金锅移进到唯大 视频开始前请您订阅关注一下 记得点赞,感谢您的支持 F.加里格雷这位导演的名字 让我有点陌生 但是打开他的作品列表一看 着实吓了我一跳 这位导演拍了不少的好作品 比如王牌对王牌 手法公民 速度与激情吧等等 2024年1月12日 由他导演的《偷破天际线》 居然偷偷摸摸地在网络上上映了 这部电影属于偷天换日 同类型题材的爽片 所以喜欢神透电影的同学 又有心地消遣了 电影一开始就把画面锁定在 威尼斯的一个艺术品拍卖会上 由凯文哈特扮演的艺术品 搭到塞勒斯手机会上 他让同伙迅速就位 看情况似乎是准备干一票 但是在拍卖场外面 国际刑警早就盯上他了 当著名艺术家N8制作的NFT科技产品 被搬上拍卖台时 塞勒斯居然开始叫价 经过几顿角度后 塞勒斯以2000万美元的高价 拍下了这件艺术品 随着他下达指令 现场火警大作 塞勒斯以继续交易作为借口 将艺术家N8带离了现场 与此同时 盗贼成员马格纳斯 却悄悄潜入保险库 偷走了梵高的名画 然后将之扔出窗外 交到接应的同伙手里 国际刑警阿比 发现塞勒斯截走了艺术家 急忙驾驶着快艇 在后面紧追不放 可惜塞勒斯手底下 有一名技术非凡的黑客 美善直接掌控了交通控制权 将大海里的水闸升起 阻断了阿比的追捕 塞勒斯把艺术家带到游艇上 居然没有耍任何花招 很痛快地支付了2000万 随后还召开了一个盛大的派对 但是到了第二天 关于N8被绑架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世界 连N8都认为自己被绑架了 事到如今 塞勒斯才公开了所有的计划 他们将偷到来的梵高名画 卖了2000万 用来购买N8的艺术品 同时放出N8被绑架的虚假消息 导致拍到手里的艺术品价格飞升 已经涨到了8900万美元 足足翻了4倍还多 这招盘中滚住的把戏 可谓是十分完美 可众人直到此时才发现 未来报道的同伙居然少了一个 原来阿比在监控录像里发现了破绽 直接把伪装专家丹顿逮捕了 阿比正兴致勃勃地审讯着这个落网之鱼 但同事却送来一个盒子 里面是他和前男友塞勒斯的合影 阿比把丹顿押解混伦敦 想以此为筹码 准备将塞勒斯绳之以法 但上级好序里却拦住了他 并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要借助塞勒斯的天赋 去偷一个银行家的黄金 这个金融大鳄名叫拉尔斯 为了能够在股市中获利 几乎无恶不作 但国际刑警没能抓住他的把柄 就想截走黄金 切断拉尔斯的资金链 然后从中寻找机会 阿比十分不情愿 但又不能违抗上级的命令 只好亲自登门 找塞勒斯谈判 他以单顿作为人质 用塞勒斯等人在威尼斯的犯罪行为 相要挟 与自己达成这笔交易 如果塞勒斯等人能够成功地完成任务 会抹出他们所有的犯罪记录 既往不咎 不出所料 这项计划引起了所有成员的反对 但是经过一番考虑后 所有人只能屈从 接下来 阿比为众人解说了黄金押韵的整个过程 经过几天的讨论 塞勒斯给出了行动方案 他们没必要 也没办法劫持一辆大型客机 却可以用另一架飞机靠近他 通过骇客手段欺骗雷达 然后截走黄金 搜索完富豪名单后 他们准备向一位富豪 借一架私人飞机用用 而这位最适合的人选不是别人 正是和塞勒斯在拍卖会上竞拍的艾瑞克 又是老戏马 塞勒斯以艺术品做交换 阿比用他的非法飞行做要挟 总算让这位极其骚包的科技新秀 贡献出了这架十分豪华的私人飞机 等飞机入库后 全队成员开始进行改装 他们在飞机表面粘贴了一层金属钢板 用来吸收雷达光波 同时把N8的摄像头进行隐身改装 安装到飞机上获取360度的视角监控 与此同时 其他成员也发挥各自的特长 盗贼马格纳斯负责开发打开保险柜的激光钥匙 卡米拉进行模拟驾驶训练 而单顿则负责乔装改办工作 黑客美扇负责制作窃取雷达信号的装置 但他却发现一个问题 在顶替A38克林克基时 航空局有可能监控到两架飞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塞勒斯出价100万美元 收买了航空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作为内应 与此同时 美扇的信号窃取装备制作完成 不过这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枚炸弹 根本无法通过安检 于是他进行了改装 做成日常可用的小电器 分配给每个成员 等待上飞机后再进行组装 行动正是开始的这一天 塞勒斯等人成功混过了安检 登上了飞机 但是却出现一个意外 工程师卢克临阵胆怯 决定退出行动 于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卢克的身上带着信号增强器 没有了这个装置 只能把设备放在靠近驾驶室的位置 等到达飞行高度后 成员们陆续起身 把零件藏在厕所里 阿比最后一个走进厕所 将所有的零件组装到一起 可是当她放置设备时 飞机突然发生了颠簸 设备被摔成了一堆零件 此时卡米拉已经驾驶着 私人飞机抵近目标 千钧一发之际 塞勒斯匆匆赶到 她负责拼装仪器 阿比负责声優表演 拖延时间 就在此时 航空局的监控屏幕上 果然出现了两架飞机 此时内影发挥了作用 将这个问题遮掩了过去 当塞勒斯组装完仪器后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内影给出错误指示 让客机改变了航线 卡米拉释放出无人机 伪装成客机继续发出信号 而切贼马格纳斯开始了行动 她来到货舱 搬出事先准备好的设备 开始解锁保险箱的密码 飞机改变航向 让押运人员觉得十分蹊跷 他们准备劫持机长 返回到之前的航线上 塞勒斯和阿比只能改变计划 上前阻止 一番激烈地打斗后 他们成功摆平了押运人员 可当他们赶到货舱时 押运头目科马克却节足先登 将他们全都抓了起来 马格纳斯虽然打开了保险柜 却来不及运作黄金 因为天气情况太恶劣 再加上有人试图劫持飞机 机长只能把飞机 迫降在一个临时跑道上 而卡米拉驾驶着私人飞机紧随其后 也迫降在这条跑道上 这个举动倒是给科马克提供的一个运输工具 重新起飞以后 卡米拉在空中玩起了旋转特技 随着飞机上的金属板慢慢脱落 雷达重新锁定了这架私人飞机 郝续黎知道这条消息后 直接联系北约派出了两架战斗机 他声称这架私人飞机非常危险 让军方直接击落他 战斗机发出了一分钟的攻击倒计时 塞勒斯与亚印人员打坐在一起 而阿比急忙输入平民警示 与此同时 卡米拉驾驶着飞机翻转 将机腹的大显示屏亮了出来 战斗机看到提示后 取消了攻击行为 这里吐槽一下 北约的战斗机都这么天真无邪 纯真善良的吗 随便写个纸条就相信了 当年在伊拉克等地方 也没少见他们轰炸贫民设施 刚刚解决完所有的押印人员 几人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一块钢片就击中了飞机尾翼 接下来就只能迫降了 而迫降的地方 正是大boss拉尔斯的家门口 来了一个送货上门 拉尔斯拿着手枪冲了出来 与几个人口角的时候 枪杀了帮助他做空股市的黑客 而这一切都在美善的远程操控下 被飞机上的摄像头露了下来 此时警察纷纷赶到 美善把拉尔斯的犯罪行为播放了出来 面对警察的枪口 拉尔斯只能束手就擒 看过那么多的犯罪片 拉尔斯有可能是我见过的 最善良、最懦弱的大反派了 而阿比从同事的口中 得知了好叙利 让北约击落他们的事情 面对上司为了办案 不顾及自己生死的丑恶嘴脸 阿比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然后果断辞职 和塞勒斯离开了这里 电影最后 塞勒斯带着阿比来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原来这次行动还有一个暗箱操作 窃贼马格纳斯打开保险库后 就将金条掉包了 真正的金条已经被抛出机舱 掉进了一座湖泊里 而临阵拓逃的工程师卢克并没有掉队 他是跑去接黄金了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在情节设定上走的都是套路 帅哥美女在前面走秀 各种科技名词在后面堆叠 然后故弄玄虚 玩视觉感官刺激 但这部电影缺乏一些必要的手法推动 节奏感不是很强 导致观众在高潮部分既紧张不起来 也兴奋不起来 有点过于平白了 但如果不去纠结其中的各种漏洞 当作无脑爽片来看的话 还是可以打发时间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麻烦您订阅关注一下 记得点赞 我是乔本 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 下个视频